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围棋课堂 这一期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定式在实战中的应用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棋盘 上一期我们讲了腰刀定式的一些变化 这一期我们接着上一期的内容往下讲 黑棋这时候大致有三种选择 挡住 退和跳 我们接着挡住这个话题往下说 白棋搬完断打是最严厉的 对黑棋最严厉的反击 退出来 黑棋这时候也必须切断 如果活脚的话外边三子被断开 黑棋是不利的 所以黑棋最强手是切断 那么白棋盐气 再立 黑棋的挡 再扳是收棋的要点 这时候白棋面临两种选择 一种是沾上 另外一种是沾这个 我们上一期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沾在这儿的变化 那么 沾在这儿呢 一种可能是黑棋必须要紧住气 如果松气的话 白棋打赤 黑棋沾 白棋直接收气 黑棋就死掉 黑棋必须紧住气 这样的话呢 白棋如果收气的话 黑棋紧住气 这样白棋慢一气 所以白棋不能挡这个来杀黑棋 那么打赤黑的沾住的时候呢 白棋必须做活 黑棋也可以做活 那么上一期我们讲到 如果下成这样 白棋照 如果下成这个图的话呢 里面双方活的木数差不多 但是外边呢 白棋比黑棋还更厚 作为一个黑棋角上的 黑棋先站的角 下成这样呢 黑棋是不能满意的 不过呢黑棋这时候 白棋也需要注意 黑棋有更强一点的下方 黑棋先冲一下 再提 虽然形状很难看 白棋如果打赤一下的话 可以把黑的打成鱼形 但这时候呢 白棋就产生很多断点 如果白的站在这 那么这一段 这个对白棋来说 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如果白棋走在下面 那么黑棋可以 吃一个子 这样的话呢 就比 就比直接被白棋滚包 这个图呢 黑棋处境要好得多了 那么如果是 下成这样的变化呢 当然黑棋要好一些 黑棋比直接被滚包要好一些 那么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 既然刚才那个图 白棋被冲一下 博士十分的满意 那么我们再为白棋寻求 有没有更好的下方 上一期呢 我们说到还有另外一种下方 除了沾这个之外 还有另外一种下方 是沾在这 那么黑棋长 是收器的要点 这个点如果被白棋占住的话 白棋活了 黑棋还没活 这个是要点 那么白棋飞 黑棋如果直接这样简单的 打吃完靠住 白棋占到了铺这个要点的话 黑棋气是不够的 大家可以看到黑棋只有1234口气 现在我们白棋收器呢 黑棋死掉 所以这样黑棋不行 那么黑的比较顽强的下方呢 是长 白棋飞一个延气 这时候黑棋比较顽强的下方呢 是靠这个 那白的当然要冲 黑的断 白的必须打吃 这时候黑棋呢 打吃 白棋踢掉 黑棋打吃破白棋的眼 白棋接上 那么黑棋现在如果破眼的话 局部呢 如果只看里边白棋是死 但是 白的这里可以加出去 黑棋对付不了 黑的如果立下来 这被白的一断 这个贴是先手 这要关门吃 贴是先手的话 大家可以把它看成这样 黑的已经被吃掉了 那也就说黑棋立不下去 只能粘 被白棋度过 白棋虽然是一二路的度过 但是脚上问题在于脚上黑棋已经坐不活死掉了 这个图 黑棋也是不行的 那么 这个图就可以说明 白棋断打很厉害 下成这样被黑 被白的一飞 这个黑棋是不利的 可能 黑棋现在比较明智的下发可能只能是坐活了 但是 这个对于黑棋来说太委屈了 白棋就走出来 黑棋在脚上活 白棋已经走出去了 黑棋小小的活了一个四目的脚 这样的话 应该是不能满意 白棋根据周围棋子的配合 可以考虑走这里 或者是把这个头 敲起来 这个黑棋是不能满意 那么也就是说 因为有 因为白棋有断打 再长出来 这个严厉的手段 黑棋挡完联班 这个下法是可以说不能成立的 黑棋有点无理了 无理了 那么如果挡完你搬不进去 只能是粘或者虎呢 这两个变化 我们上期为大家讲结果 这两个变化呢 是白棋可以满意 黑棋稍有不满 好 那么这部挡呢 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那么剩下 很容易想到的一步棋呢 就是退 既然挡一个不太好 那么我退怎么样 退的话它有一个弱点 就是这个地方很明显有一个冲断 如果白棋挡子有力 那么直接就可以来 直接就冲断 但是要注意挡子不力的时候 不能这样想 挡子不力的话 直接冲断被黑棋给来 如果挡不掉 一旦这个挡不掉 比方说在这一带有一个黑子的话 这个跟全局又有一点关系了 挣子关系 这挣不掉是不行的 那么挣不掉 黑棋退 白棋怎么办呢 白棋可以先办一下 黑的如果补 那白棋就 压这个 这样的话 那就还原成定势 那么黑棋如果还要顽强的 再往里办 这时候白棋再冲断 那白棋就可以避免一个问题 避免这里一打就被打死 现在的话 白的可以关门吃黑棋 那么白棋搬完之后 冲断 这个冲断对于黑棋来说 也是一个不小的麻烦 白棋冲断是蛮严厉的 那么黑的外边这三个子需要走起 否则被一立 一加 或者挣子有力 挣吃就死掉 那么黑的如果逃跑 那白棋立是提醒的要点 黑棋脚上得做活 直接粘了被立就立死 所以这个打吃是 扩大眼味的要点 打吃完粘上 或者打吃完虎 那么不管怎么样走 这个脚上局部都还没有活 如果接上的话呢 即使下一步再轮黑棋走 脚上局部也活不了 那立一个好一点 立一个呢 下一步一步就活了 白棋直接 如果直接来杀黑棋的话 黑的这一段非常厉害 白的也不好对付 这里眼味不够 很难逃得出去 这块棋不容易逃出去 小尖的话 黑棋可以先加一下 那么白棋这里需要补断 补完断之后 这个点死就很厉害了 黑棋如果现在补活呢 白棋就轻松的一尝 黑棋搅和的非常小 外边呢 还都是支离破碎的 枯起 这个显然不行 那黑棋 当然可以打吃一下 这个是要点 但白棋可以很轻松的走出来 走出来了之后 这个冲断是不存在的 因为冲断的话呢 白棋就简单的沾上就行 这边要吃死 这边一断吃 黑棋不行 那么走出来之后 黑棋还是得补活 否则的话 这脚上是一个盘角取四 黑棋即使借助这个的先手 也只能做成一个盘角取四 脚上还是没活 那么 黑的还得补 那么这样的状况 白棋在外边再走一手 外边全是白棋很有 这边黑棋受伤已经很重 外边呢 白的这个也比黑棋这块有根据地 黑棋脚活得非常小 这个黑棋绝对不行 那么也就是说 直接逃跑这三个子 被白棋立到这儿 黑棋显然已经失败了 那黑棋比较顽强的下反 那是打吃这个 白棋粘住之后 黑棋起到了一个先扩大眼味的作用 然后再压 这样要好得多 那接下来呢 白棋 白棋的选择呢 当然有挡这种 补断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连搬进来 连搬进来呢 也是比较 比较强的一个 手段 也是一个要点 搬在这儿的话呢 一方面可以扩大自己的眼味 一方面呢 阻止黑棋到脚上作眼 黑的如果直接粘上 那应该是很简单的 黑棋不行 白棋就搬一下 黑的必须跳 要不这四个子被关门吃了 那么白棋再补 黑的得做活这块棋 白棋就轻松的往外走一走 黑的在爬二路做活 白棋两边都很舒服 这边已经是外事了 肠都是先手 这已经是外事了 脚上活的棋型也很好 木树也比黑棋大得多 这个黑棋也不行 那么搬在这儿 黑棋粘上简明不行 比较顽强的下方 是这样搬 这样搬的话呢 白棋最容易想到的是爬 黑棋呢连搬 白的断打的话 把黑棋滚爆 下层这个图呢 黑棋比刚才的情况要好多了 那么接下来这里有断吃 打吃 再爬 有这样的手段 吃掉白棋这五个子 那么白棋这五个子吃了 肯定是很大 这几个子被吃了肯定是很大的 所以需要补 直接吃掉 就可以补 不过呢 这个头被黑棋尝出来 黑棋的状况比刚才是 好的 不可同日而语 白棋脚上虽然活得很舒服 但是外边 这一团子被滚爆成鱼形 非常的重 这个白的不太能够接受 下层这样的局面呢 白棋不太满意 除非是特殊场合了 否则的话 这一团重白棋这个负担太大 那么搬的时候 白棋应该怎么对付呢 还有一条路呢 是挡这个 挡这个的话呢 黑棋沾上 局部呢 白棋 一路点 是一个守进 白棋局部一路点 是守进 这样就可以吃掉黑棋 看起来白棋好像要死 但实际上呢 白的一路半 黑的打吃的话 这边是不入籽 这边打吃的话呢 白棋沾上 黑棋已经沾不上 被提掉了 局部可以吃掉黑棋 但是呢 并不是说吃掉就有利了 黑棋就算弃子 黑的也不错 从外边把白棋包住 然后再补一手 形成一个非常厚的外式 这个当然也要跟全局配合 有关系 如果白棋 这边有子 黑棋后势发挥不出威力呢 白棋这样选择 或许也可以 但如果我们换两个子 从视觉上就可以知道 如果这边是黑棋的子 黑棋这个后势的价值 远远大于脚上这点小小的损失 那么所以不管怎样选择 还是要看周围的配合 一般来说呢 黑棋得到这个后势 是完全可以满意的 白棋即使是可以先断一下 先做一个这个交换 白棋可以先断开黑棋 然后再把它点死 即使是这样呢 还是不太能够满意 黑棋打两下 这个白子已经死掉了 那么黑棋在这边走出来 脚上呢 吃掉并不是 并不是像想象中那么大 这个局部黑棋是可以的 当然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 这个还是要看周边的配合了 那么白棋 作为白棋来说 挡这个黑棋沾上 白的如果吃掉 黑棋并不见得便宜 那么有没有其他的下法呢 当然比较容易想到的是断 但如果断的话 黑棋跳 白棋吃 我们这时候可以看到 这个断吃呢 黑棋暂时是不成立的 断吃暂时不成立 因为白棋一般黑棋气不够 这里呢 只有两口气 白棋有三口气 黑棋死掉 那所以黑棋就只能 断打 先把脚 先把脚活掉再说 局部呢 黑棋已经 这个脚活干净 那么 就看白棋外边怎么样来跑这块棋 因为黑棋这个打吃是先手 所以白的这样直接冲是冲不出去的 直接冲了断打 哪怕你挣子有力 它可以从这边抱 这个其实是没有挣子的关系 出不去 那么白棋只有从下边逃过 从下边逃跑 这样的话 白棋在这边 已经得到一个 可以说是后视 这边白棋很舒服 黑棋脚也比较小 白棋只要能逃掉呢 这个 应该说 虽然委屈一点 但也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 在有的场合 比方说我们刚才举的例子 黑棋这边有配合 那么 白棋宁愿选择这样的变化 也不愿意让黑棋 整个一个后视 把白棋包在里面 那么 那么还有一种选择呢 就是 不断这个 让这边委屈一点 这么跳出来 但是呢 这边就可以 那边的白棋就可以舒服的多 黑棋还是要活脚 黑棋活脚之后呢 这边白棋很明显 就可以比刚才舒服一些 那如果是 比方说黑棋 这一带有紫 刚才被黑棋 照进去以后 这边活会非常辛苦的场合 那么白棋可以考虑 选择这个图 除了这个挡下来的变化之外 挡下来的黑棋 顺便说一句就是 黑棋还是尽量想粘在这 因为粘在粘在这呢 它的弱点是 可能会被白棋点死 那么要看这个外事的价值 但粘在这 是不会被点死 因为可以吃嘛 但是呢 木树会亏损的多 被白棋打吃在这 这个脚非常的委屈 那么斑白棋 还有一种下法 就是还是爬这 当黑棋连斑的时候呢 白棋为了避免滚包 它也可以有一种苦肉计 断打 先送一个子 非常的顺 但是呢 接下来呢 也可以说 接下来就 苦尽甘来 可以断打 黑棋 必须逃四 那么把这个子剃掉 白棋也是相当舒服 这块呢 白棋要受点苦 但是黑棋也不可能 把它一口就吞掉 打吃这个呢 白棋当然是就不要了 因为不能粘 粘再被打一耙 白的又被吃掉 那白棋可以灵活一点 比如说糊在这 下一步 沾上太厉害了 黑棋不能被沾上 要提掉的话呢 白棋现在可以冲出来 黑的挡不住 挡不住被夹死了 这一冲也是很厉害的 那黑棋吃在这儿 看起来很厉害 其实呢 不便宜 那么如果断打在这儿的话呢 白棋沾线手 也可以轻松的淘掉 甚至可以直接冲 这个图呢 白棋也是可以满意的 应该说这个白棋苦肉剂 打一下再打之后再断吃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下法 那么 我们可以用这个变化呢 来说明 我们可以用刚才这个变化来说明 黑棋这个退啊 有一点无理 因为退完被白棋冲断之后 被白棋冲断之后 黑棋不太好办 打一下再压是比较顽强的下法 但是呢 白棋扳到脚上去 那我们再简单 简单的把要点再重复一下 黑棋沾上的话 白棋扳这个的是要点 扳一下再做活 黑棋要去爬二路了 这个黑的 要去爬二路 白棋就简单的跳一跳 黑棋不能满意 黑的扳这个是比较顽强的 如果白棋被滚包呢 如果白棋被滚包的话 这一块棋非常的重 太凝重 白棋不能满意 但是呢 白棋这时候 有一个先送 避免滚包 这样的下法 再断打 这个黑棋没有办法 从一路滚包 这个滚包是绝对不行的 因为滚完了之后 面临着断打 黑棋只能跳 白棋送一个子 虽然可惜 但是外边得到了更多 这个提掉 跟刚才被滚包完全是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现在白棋是比较厚的 那么刚才被滚包呢 是一团非常重的 没有眼的子 白棋付出了 这个被提一个子的代价 这边呢 有点苦 但是呢 黑棋吃不干净它 如果往外边断呢 白棋就活得很轻松 不止活得轻松 黑棋还要去补活 这个黑的也不满意 往这段吃呢 白棋就糊 下一步 沾上和冲 两个要点 必得起义 黑的呢 要不外边被冲破了 要不然呢 里边不行 所以这个段也不行 黑棋比较正常的是 打吃在这里 吃掉 那么这块白棋呢 实际上 应该说可以活得 还是比较轻松的 一是可以往外冲 黑棋挡不住 稳妥一点 就算飞 黑棋也不敢挡 挡在背一冲 那这个段都消失了 那黑棋更是外边 可以说支离破碎 退这样的棋肯定不行 这个外边漏洞太多了 打吃完先手 打吃打吃先手 蒸掉了 蒸不掉的话 这个跳架也夹死了 那么黑的只能补上边的话 白棋轻松的做活 黑棋只有小小的一个角 抵不上右边的损失 所以呢 从刚才这个变化呢 我们可以看出来 黑棋这个退 好像看起来是 很正常的一个棋形 看起来是很正常的棋形 但是呢 由于有这个冲断的存在 黑棋这不退 也是非常危险 那么白棋 我们刚才说了 蒸子有力的话 直接一冲断 黑棋就非常难办 其实 甚至在蒸子不力的时候 白棋这个冲断 也未必就不行 我们来看一下 就算这两个子会被吃掉 白棋从外边来夹 把黑棋包在里面 然后脚上还可以利用 先说大吃 然后再补断 这个白棋呢 脚上也有一定的木树 活得也干干净净 外边都非常的厚 黑棋这个子 处在一个非常糟糕的位置 这个因为点刺是先手 黑棋往这儿放一个字 是最愚笨的位置 所以即使 蒸子不力 白棋甚至 直接冲断 应该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好的 那么我们前面主要讲的 黑棋现在的两条路 一个是硬挡住 另外一个是退 这个可以说是 最容易想到的这两条路呢 结果呢 都不是太理想 特别是这个退 它风险很大 当然还有 除非有另外的情况 比如说黑棋这边子有配合 黑棋这边有棋子帮忙 然后蒸子又有力 如果全局是这样的情况 黑棋在这边蒸子有力 这边又有棋子帮忙 那可能对于白棋这个冲断 它不是太怕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就局部而言呢 冲断还是很严厉的 这个退呢 也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那么挡 不太满意 给白棋搬到脚上去 不敢连搬 连搬被断打 断打太厉害了 只能虎 这个呢 不是很充分 白棋活得很舒服 黑棋呢 主要是这个鱼形 这个弯三角的鱼形 让黑棋觉得比较难受 下棋我们 这个 之所以能成为定势呢 它每一步棋 必然是比较注重棋子的效率的 这个呢 由于黑棋这个子的效率不太高 让大多数的高手觉得 下成这个图形 黑棋不太满意 退呢 退其实是最追求 退完再搬进去 如果这个冲断 黑棋能战斗的话 这个可能是最追求效率的下法 但是呢 被白棋一冲断之后 黑棋风险太大了 根据我们刚才摆的变化图 大家就可以发现这个黑棋 要跟白棋强行作战是很困难的 那么 好 这两种下法 可能黑棋都不太能够满意 那我们 将来说到第三种下法 就是这个跳 这个跳 看起来有点奇怪 顶的时候就缩到这儿去了 但是这个呢 却是高手选择最多的一种下法 好的 关于黑棋跳的变化呢 我们下一期 接着为大家讲解 那么这一期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